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藏海传》热度再创新高,全员实力派,全谋巨王炸实至名归。 作为九十生中发展最为出色的一位,肖战这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且耀眼。 既有着余生,请多指教玉古瑶这样绝对的大暴剧也有着梦中的那片海这样破圈的口碑佳作。 不论是作品数量和成绩,又或者是个人的表现,肖战都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认可与喜爱。 再加上远超同期演员的超高流量属性,以及越发出色的抗剧能力,称肖战为九十生Top或也是实至名归的事情。 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自然也是让肖战成为了各大剧集的相播播,更是主演剧集中绝对的卖点和竞争力的来源。 这部,除了此前刚刚进组了郑武阳光首部电影《德显景》之后,肖战唯一的带播剧《藏海传》。 在开播平台的预约人数就强势突破了两百万,妥妥而为播鲜火。 才杀清不到两个月的《藏海传》能有如此的热度和人气,无疑是让人惊喜的事情。 当然了《藏海传》之所以能如此火爆,除了肖战带来的关注度和话题度外。 剧集本身的实力和相关豪华的配置,无疑也是一大原因。 根据高人气同名小说改编的《藏海传》,是一部以男主的成长为主视角的古装全谋剧。 整部剧在融合了悬疑、探案、朝堂以及全谋等元素下,整体的看点和精彩度,也是足以媲美当初火爆全网的狼牙榜。 而在实力派导演郑小龙的轻力打造下《藏海传》不论是剧情的节奏和流畅度,又或者是幅画道与制作都堪称精良。 预告片中肃杀的氛围、人物矛盾的激烈碰撞,以及恩怨情仇的交织,都让这部剧充满了吸引力,让无数观众期待不已。 回归到演员阵容上,首度出演古装全谋巨大男主的肖战,在自身更为出色的演技实力下,与角色展现出了非常高的适配度。 一身红色官服造型帅出了新高度之余,整体的代入感也是让人十分满意。 各种眼神沙以及不怒自威的气场,让人非常的惊喜。 担当女主的张静怡,既有着甜美出众的颜值,也有着非常不俗的演技。 在凭借着点燃我、温暖女静怡不提升了自己的人气后,张静怡也是成为了目前95花中,最被业界看好的一位。 在《藏海传》中,张静怡有着远超预期的表现。 红白相间的古装美出了新高度。 与肖战的诸多对手戏里,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角色驾驭能力。 虽然感情线不是剧集主推元素,但张静怡和肖战不俗的CP感,依旧会是剧集中最大的惊喜之一。 除了肖战和张静怡以外,《藏海传》中还有着周琦、黄爵、于南、钟翰良、乔振宇、陈颜希、白冰、张朵、许灵月以及杨宇童等数十位颜值,演技实力派的参演。 这个演员阵容颜值、演技和人气啥都不缺,具备了非常强的综合实力,让整部剧的竞争力大增。 按照目前的制作进度,《藏海传》或有望在年底档期里迎来首播,而已剧集时下的人气,以及郑小龙对作品质量的把控。 再加上肖战、张静怡等主演们的高人气和热度,剧集一旦开播必定将掀起新的追剧狂潮。 《藏海传》若成功大爆,肖战或也将凭借着自身出色的表现,顺势迈出转型的第一部,开启全新的事业篇章。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